昨天跌了600多点 今天涨了614点 把昨天的跌幅全部吃回来 等等王瞳会拿图片给你验证 那么请问这个盘叫什么盘 我就起来旁边了 V转 好了 那明天后天怎么办呢 等一下会再解说 我们在解盘前先告诉各位一件事 今天是2024年7月23号星期二 第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讲一下 就说现在市场上都在探讨 明天会不会放假 因为台风来了 这个我不能讲一定或是不一定 因为我不是气象专家 我只是把情况讲给各位听 那么在这边必须要交代一下 假设 假设 放台风价 放台风价 那么我们所有的交易都会暂停一天 这个台风价要不要放 要以台北市政府台北市长讲的算 所以说这一点要请各位注意 不是台中市讲 也不是高雄市讲 是以台北市长决定下来为准 那假设一旦要放假的话 那么就暂停交易一天 那有关要碰到除权除息 也暂停交易一天 那你金融市场 邮局银行 也通通休息一天 就是通通顺延一天 这样子大家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但是在这边要提醒各位一下 假设会放台风价 那么台风就一定会很大 大家不要乱跑 在家里待的会比较安全 千万不要出去乱跑 好 现在大家来看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也近期大家有来讨论的 在这里 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 现在大家都知道谁赢 大家心里有谱的了 专家喊台积电都是关键的赢家 那你现在看这里 这个CNBC的报道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无论谁获胜 预计美国制造业回流 这关键主题 将继续成为排名的焦点 看到没有 因为这是两党都提出来的 一定要让去外国投资的一些产业们 都要回流到美国本土 川普在当时第一任上来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大家记不记得 后来做了以后呢 觉得好像不太顺 就干脆打一个贸易战 强迫美国大企业通通回来 现在都知道了 好了 大家看 因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提出的 有利率通过补贴或关税 来支持制造业的政策 那TMA这个ETF的投资产点名 台积电与Clean Harpers 将是该政策主要的受益者 看到没有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再三强调 谁当选都没关系 台积电都是主要的主角 我已经讲了一百遍以上了 台积电不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现在是全世界的护国神山 哪一个国家少了台积电 你就不要有晶片 你不要有晶片 你就不要有AI 你就没有AI 你一切都会慢慢恢复到原状 所以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被误导了 好了 我今天跟你讲了 那王同告诉你 台积电股价回跌 旧人猛在吃货 昨天前天大前天 人家吃了三天的货 所以神山换手盘 今天台积电的表现 应该看得很清楚的吧 来 2330我打给你看 今天涨多少钱 40块 看到没有 我的妈呀 快要占上一千了 快要占上一千了 那你看 是谁杀在阿呆古 不是很多人杀台积电吗 都杀光了 这个不是说散户 而且是法人杀得更凶 王同常讲 你们以为那些法人都对的 那些法人叫阿呆法人 在以前 王同叫那些法人叫做法国人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法人就是那些正统外师干嘛的 或者地下外资 从外国进来 这些都叫外资的 一天段被修理 被谁修理 被黑手修理 那么这里有个重点 请各位先再看一遍 这里看到了没有 预计美国制造业回流 这个关键主题 将成为排名的焦点 看到没有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提出了 有利率通过补贴或关税 来支持制造业的政策 看到了吗 看到了 那么你也知道 要回流 那你现在整个布局 整个选股 是不是叫新的方向 新的逻辑 不要都存在过去的 现在给你看 川普投顾 重现江湖 看到没有 我们这里帮你选好的黄金标股 新主流买点重现 今天说真的 有几档个股 有一两档个股的买点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买点的昨天出现了 我现在写给你看 我们7月22号 7月22号 昨天写了 昨天的 那你恰询专线 02-6630-321 或者加入LINE 小老鼠 KING5588 看到没有 你两条路都可以找到王瞳 所以我这边再次跟你强调 你不要再存在过去的观点 你要找新的主流 新的标的 而且是底部进场 大波段操作 这才是你要的 不是说今天底部进场 明天涨停 我就把它干掉了 这个没有意义的 那你是不是就丧失了一个 获利的好空间 好 开始看 我们现在开始看股票了 第一个 你看一下 千富精密 神秘的尖兵 6829千富精密 今天创高了 创高了 今天高点136.5 前波高点是137.5 我们赚两波 再看 6829 给你看千富精密 看到没有 今天高点在哪里 136.5 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么这档干什么 这个还要 我讲基本面 这个就是军工股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王瞳常常讲 基本面讲太多 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基本面又如何 是不是 所以什么产业研究的 很特别 你又如何 对不对 重点是 你可以看得出 它什么时候发动吗 不知道了 我再给你看一张个股 我给你看 其实我刚刚已经暗示你了 可以说不是暗示 可以明示你了 7月18号 礼拜四 台积电 1005收盘 跌了25块 1005收盘 最低986 我说它的进货盘 它的进货盘 看下去 7月19号 礼拜五 又跌了35块 来到970收盘 收最低 我说还是进货 还在进货 没人相信 没人相信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到了7月20 20号 这个礼拜五 7月20 2号 就昨天 礼拜一 礼拜一 昨天还是进货 2330 在昨天 还是进货盘 那么到今天 来看到 来来来 看见 今天979 最高979 7月23号 礼拜二 台积电 已连续进货 三天 今天 轻松的就上涨 那我这里打三个勾 干嘛 是叫你注意这三个量 注意这三个量 这三个量 我拿电脑给你解好了 你看这三个量 就是三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三天进货 人家买了三天了 所以今天你们发现到一个很奇怪事情 台积电量就昨天的一半 今天量 4689 昨天量 给大家看看 昨天量 8306 看到没有 昨天83062 今天台积电量 46899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量就昨天的一半 只有股价就推上去了 为什么 筹码没有了 是不是 那昨天哪些能杀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有很多阿呆的法人 阿呆的散户 都把股票杀光了 杀在地板上 不过我相信 这波杀台积电的不是散户 应该是法人 就是阿呆法人 因为在昨天出来个消息 说散户昨天去买台积电铃骨暴增 好事 散户都比法人聪明 所以王同 你能常讲吗 那些法国人 你还要看 那个法国人都是赔钱货 你们现在相信了吧 好了 再看下去 红海 7月23号礼拜 重新占回200元 看到没有 昨天的红海也进货盘 今天红海轻松一拉就上去了 我光讲台积电跟红海这两档给你听 你应该心里有个谱 今天量这么少 为什么可以拉得动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就是昨天跟前天 他们东东把筹码都买好了 所以今天轻松一拱就上去了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 技术分析是这样分析的 不是看什么 哎呀跌破了五日线 哎呀跌破了季线 完蛋了 要下探连线了 看那个有什么意义啊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现在清楚没有 外国人 从来没有给你看什么 日线月线季线连线 从来没有看的 对不对 就我们台湾人一天到晚都研究了那些东西 研究了那些东西都是事后马后炮了 所以你研究的结果 我只问你结果是什么 你都讲不出来 王同都讲结果给你听了 也讲正确的分析方式给你听了 我们再看下一档 联发科 二四五四联发科 哎呦这个形态很漂亮啊 知道底部翻扬啊 底部翻扬的形态啊 看到没有 联发科 好了一档联发科 再看下一档 下一档叫川湖 二零五九川湖 你看啊 我画的图给你看啊 今天的川湖啊 这个底出来了 他涨一波 这个底出来了 他也涨一波 这个底出来的 他也会涨一波 我再跟你讲啊 这个底出来了 他是不是涨一波 这个底出来了 他是不是涨一波 到这边他做头的 就先卖一趟嘛 他这边做个小头 就先卖一趟嘛 那这个底出来了 是不是也会涨一波 不是跟你讲得那么清楚了吗 第三次买点出现 看到没 看到了 这个才叫技术分析 现在清楚了没有 不是什么技术分析 胡扯蛋 鬼扯懒蛋 好 现在开始来看大盘 大盘在昨天 7月22号礼拜一 我特别跟你讲 加速感低 但是我昨天还特别写 有一档个股创历史新高 叫1216统一 好 再看下去 看昨天 7月22号礼拜一 我特别写了这几个字 黎明前的黑暗 昨天跌了612点 今天涨了614点 有没有吃回来 有 昨天有人敢跟你讲 黎明前的黑暗吗 有人敢讲吗 今天有没有看到阳光普照 像今天呢 我有一个朋友 在早上一早的时候 就跟我讲 老师 昨天我们的期货大涨 今天一定会阳光普照 你又讲对了 对吗 你看我昨天告诉你 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 这样子跌 这样子跌 你告诉我 哪里有支撑 你告诉我 结果呢 看图说故事了一堆 真的讲 没有人会 我给你看我的实战 我给你看王童 今天的实战的抠讯 大盘上到南版57点开出 看到了 给你看 大盘上到南版57点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开盘点就最低点 大家看 今天盘是高盘开出后 还会走高 高点会过22700点 你看 高点在哪里 871呀 不过这个871是后来的 这里的时候呢 都会过22700点 然后就拉回 22700点过了以后就拉回 是最后尾盘的攻上去的 好了 然后会小回再攻 整场形成高档震荡 有没有高档震荡 你看这个盘 是不是高档震荡盘 是不是啊 连开盘点都没有跌破 然后呢 今天是报复性强谈 这几天是没有利空的沙盘 与基本面无关 那到今天为止 我再度问各位一句话 请你告诉我 这几天沙盘杀得很凶 有什么利空 请你告诉我 你说的对 我就拜你为师 不要乱讲利空 哎呀 放个屁呀 尿尿了 这也叫利空 那不是啊 好了 有没有利空 没有嘛 然后呢 也与技术面无关嘛 刚刚王同伯特讲的吗 你技术面找资深给我看 你画先画给我看 讲不出来了啊 好了 这全是黑手的杰作 今天我收藏红 藏红给你看 藏红 有没有收藏红啊 涨600多点 不知道藏红啊 哦 这个才叫做什么 你要的讯息 对不对啊 对了吗 光是敢在昨天告诉你 黎明前的黑暗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今天来告诉你 我收藏红 吓死宝宝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讲几个重点给你听 我打几档个五给你看啊 第一个 8440 绿电 快跌停了 你看一下绿电的名称叫什么 绿电再生 好再看另外一个 6869 哎哟 云报人员 云报人员 昨天涨停 今天一棒就打了 马上打下来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是昨天涨停是涨假的 他也知道川普要当选了 所以人员股都要赶快跑货 所以今天就赶快脚底抹油 跑货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 好看到了 再看3686 达能 这也是太阳能的多晶片场 快打跌停了 来 6806 好 身为人员 哎哟 他也是跌 百分钟也快跌停 那尾盘又拉起来 这还不错 因为这档获利好 获利不错 2406 你看看 这太阳能的 国术 6244 来 冒敌 太阳能的 好再看 6443 元晶 这个都太阳能的 你看看怎么跌的 看到了没有 哦 你现在看不懂 政策已经180度的大转弯了 所以你现在还闻不出这个味道啊 你还在玩太阳能呢 所以啊 王同一直跟你强调 你要注意看这个 川普投顾重现江湖 黄金标股新主流买点重现 这里面先告诉你好了啊 这里面没有太阳能股 你不要去选太阳能股啊 我直接跟你讲了啊 恰行专线 026630321 或者加入LINE LINE AT TIM 5588 都可以找到王同 新的族群 重现江湖 就是黄金标股 我们的标股都是告诉你 我们底部进场 大波段操作 这就是你要的 或者你可以这样解释吗 我底部买两层好了 一层 短线跟他应对一下 你就走掉 剩下的就是爆破段 这样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嘛 这才是你获利的方法嘛 那我一直跟你强调 你要把握机会 要把握机会 机会不是说天天会给你的 你如果天天会给你的话 那就不叫机会了 那叫做全世界都是富人啊 对不对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等一下我在索码里面 才会讲明天的盘事 赶快跟上王同脚步 现在又是一次财富重分配的好时机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